大家好,我是麥良 今天来大家体验一台特别不一样的车子 当然不是这台GD410,我很想体验它 当然也是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插包品牌,也就是路特斯 我们今天体验的是一台这个地球上可能非常极致的 几台Hyper电动SUV之一,路特斯Eletra 我们现在从地库出来,一台爽快的路特斯,一台好玩 有赛特基因的路特斯,为什么不从动态开始说呢 直接聊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我首先说第一个方面的感受 这个车的底盘实在是给我完全不同于其他电动车的一种体验吧 虽然今天非常遗憾,是一场城市巡游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车开上赛道或开上山路去跟大家分享一分享 它在极限状态下的那些驾驶感受,所以它关于CDC电磁悬架 包括它那个可变力举的主动防轻感 它在极限状态上的一些变化和感受就没法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就城市开起来说,我觉得两点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 第一个是这个双枪的空气悬架 它对于一台电动车,尤其是对一台运动电动车来说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 很多时候我们上到高速的时候会把这台车给降低 但是常规意义上的一些空气悬架呢 它在降低的时候,它因为压缩空气的变化,它也会变硬 这是单枪空气悬架的一个缺点 而双枪空气悬架的优势在哪? 它就是可以在你降到最低的同时,不会牺牲你的舒适性 这是在我今天有50%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都愿意去主动调到运动模式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点就是它对于油门的一个调校 我觉得是路德斯一贯以来的一个优势吧 虽然屏幕前的你可能和我一样都没有怎么太多开过 或者去体验过路德斯的一些过去非常惊天的一些跑车车型 包括今天我们的那台GT410 其实它在路德斯整个的造车历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多年的造车经验给路德斯带来了什么呢? 就是它对于油门最细腻的这种控制体验 很多电动车它甚至它有三四百匹的一个功率和马力 它恨不得在你油门第一脚出去的时候 就让你疯狂感受到 我是一台电动车 我是一台双电机的电动车 但路德斯不会 这台Eletroir它在整个前段的速写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温柔的 我们本次体验的是这台S Plus车型 它拥有605匹马力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卷平脚去感受 可能你都不太知道这605匹马力 到底病床在哪些地方 但一旦你愿意用脚稍微的去逼它一下 那它整个性能的释放就会全速释放给你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点 当然这也跟它800伏的整个架构很有关系 大家过去可能常会说800伏最多就是给你带来了更快的一个充电速度 其实不然它在线材的一个轻量化上 它在放电功率上都可以做到更好 如果你是一台主打高性能的电动车的话 那800伏架构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再来说一说转向的整个手感 虽然城市里很堵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左绕右绕 然后找了很多小路来体验它在低速下的一个整个感受 良好的转向离不开它后轮转向的一个帮助吧 我觉得它和我们常规的理解的那个后轮转向其实还有一点点区别 常规的后轮转向它是前能与后能并不同向的这么一个设定 有点像那种工程车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但是路特斯这一台也来说它其实是设计的前后轮同向的这么一个转向设计 我现在正在转向 在便道或者是90度转弯的过程中 你不太能感受到这是一台巨大的2吨的SUV 我觉得这就是后轮转向带来一个好的表现 同时它的整个转向手感也是它比较有优势的一个部分 电子味通常是很多电动车的转向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手感很虚 在这台车上它就是那种很原始的 很真实的一种转向手感 同时它的路感保证的也是比较清晰的 我现在压过一个景盖 方向盘甚至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景盖到底是有多深 然后有多高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转向吧 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伊莱串 在运动模式和应该不说运动吧 各个模式之间的一个和车的很好的一个协调表现 在这台伊莱串的方法后边传统的换动波片的位置 现在左侧是不能回收的调节 右侧呢是战士模式的一个选择 我很喜欢它的一点是它在各个模式区间 把各种性格区分的非常明显很有特点 当然这对于路特斯来说是一个很基本的操作 不应该拿出来单独表扬 但值得点赞的是什么呢 它把驾驶模式和空气悬架的高低 和整个车悬架的CDC软硬 包括整个前面撞风的一个面积都绑定到了一起 甚至它连整个座椅的一个腰靠都已经进行绑定协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设定 当然了这台Eletra就一定是完美的吗 我个人其实也不这样觉得 因为这台车确实车重会比传统的油车会大很多 相比于轻量化的路特斯来说 所以这台车在中低速跟车的时候 其实是稍微有点不那么从容 一个是因为它车重过于大 然后马力度过于多 你在启动的时候很难控制到 那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力局去让它起步 我觉得这个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当然了这种去800V架构的一个电动车 它想优化或者是调节这些东西也本身很容易 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瑕疵吧 有很重的电动车都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真的是太可惜了 没有把这台车开上一个自由度 或者是速度感更好的一个路面条件下去感受它 我觉得今天整个城市巡游的一个感受 没有找到这个车真正的一个乐趣所在 我感觉还没有摸到这个车真正实力的三分之一 所以其实这个车的整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它对于架控上的信心是非常非常足的 只是在城市里没办法 只能限制它的一些发挥了 然后我最后跟大家聊聊 我对这个车的一些感受和我对它的一些看法吧 百万级的Hyper SUV 当我们还去讲它这一点这一点的细节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点不太符合它的那种设计主题了 真正的设计师可能理我都不是设计师 但我始终会觉得设计玩到最后玩的是什么 可能有人会说玩的是线条玩的是重心也许吧 但我觉得玩的就是空气动力学 牛家法家的车大家都看过很多了 为什么它们的设计永远是那么经典 为什么它们20年前的车依然被大家所喜欢 感觉似乎永远不会过失 其实很简单 它们的整个设计就是服从空气动力学的一个思路 而放到这台路德斯Elytra上 大家看到这里风洞都是为了速散气流而设计出来的 这里可以把气流速散到这儿 而这下方的这个区域呢 可以快速的把气流导到轮拱这里 然后为轮子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散热 所有的设计 当它都满足空气流过的这样的一个形体去设计的时候 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是优雅的优美的好看的 包括车尾是这样 车尾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有什么用呢 两个作用 一个是让气流更快的流过车身 第二个作用 让车辆的尾部为车辆增加一些下压力 大家看到这个可变角度的尾翼 它其实可以为路德斯Elytra增加最大90公斤的一个下压力 对于一台这个体型的SUV来说 我觉得已经够够的了 这个车看着很大是吧 在整车以空气动力学为设计的前提之下 它的风阻系数是做到了0.26 0.26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是很多轿车都没有实现的一个目标 来吧 上车看看HyperSUV的座舱到底表现如何 对了上车之前还得跟大家说一个事 Elytra的后置镜也将是中国第一批安装流媒体后置镜的车型 不过法规现在还没同意 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就可以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其实这个车的静态内容在去年就已经有大量的上限了 说两个我感受比较深的一个特点吧 首先是整个视觉方面 路德斯Elytra典型的有一些延续性的创新在这个车里 一个是前面的小仪表这个内容 小仪表很好的与副驾驶前方的这个小屏幕连为了一体 然后中间用一个灯带将二者合二为一 真的是特别高级特别好看 不是那种为了创新而创新的一些仪表设计 同时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有着虚幻引擎的HyperOS 虚幻引擎大家了解它可能更多是在游戏行业 然后很多开发公司他们会用虚幻引擎来做自己的游戏 包括手游很多也有 而虚幻引擎在车机上有什么好的作用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视觉效果 非常非常的理现实世界化 很简单 如果是外边下雨的话这里边也下雨 这个车机里边有一束光束 它会跟着你拖移这个车的一个变化 而造成整个光线的变化 同时我踩刹车的时候这个里的刹车灯也会亮 我开大灯的时候这里的大灯也会亮 这就是虚拟引擎 现阶段能带给我们的一些交互上的便利 OK说完了这一块的话最后讲一讲它的座椅和一些小小的布局 毕竟是Hyper SV嘛 上百万的车它自然皮质材料 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传统的豪华品牌 两个杯架一大一小都可以按下去 然后这个挡霸很像现在992代911的整个设计很小 然后可以前后拨扭的一个电子挡霸 它的座椅电动调节和整个驾驶模式是完全绑定的 当我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两个车的腰靠夹紧 整个座椅会变得更硬一些 最近法拉利也推出了它的一个四座FUV吧 他们叫做Husangu 那个车的座椅给我了一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这个车的座椅说实话我第一时间坐上它的时候感觉跟那个车有点像 整个座椅是比较薄的 但是它的支撑度却非常好 而且你不会坐起来的特别硬 高级的座椅就应该是这样 整体来说作为一台对标保时捷卡焰的这么一台 Hyper SUV来说我觉得它在于自己对于运动的理解上是更极致的 今天我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它可变主力的点质器 以及它可调的放轻感这些我们感受的不多 但我相信这个车在整个极致动态下的驾驶感受可能还会更上一层楼 因为现代连911都开始偏向向GT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那么卡焰肯定会像舒适像豪华像这个方向去靠拢 如果你是一位极致的驾驶者 而且你不排除或者是不反感新的原车 这个纯电动车的话 这台车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 还有一款车也可以看看 吉星山马上就上市了 可以在他们两之间好好对比一下